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天2021年北京理工大学马来西亚预科班的招生宣讲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议会。 首先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中心对外交流和招生办公室主任沈家裴老师,来给大家做今天的宣讲。 我们欢迎沈老师。 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环宇专才基地相互主管兼中国概况讲师野瑞老师,来给大家做今天的宣讲。 大家好。 好,在还没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同学们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以下的group chat里面打,把你们的问题给写出来。 然后待会在两位老师宣讲结束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问答的环节,我们待会会一一把大家的问题给请老师一一地回答大家,这样子。 好,现在我们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理工大学马来西亚预课班呢,它是北京理工大学和环宇专才基地合作开办的一个马来西亚的预课课程。 这个预课班呢,专门是针对马来西亚的学生所打造的,主要是让学生能够在预课时期把基础答应好,以便能够无缝衔接大学的本科课程。 好,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先欢迎陈老师来给大家讲解关于本科的信息,自己招生的情况。 我们欢迎。 好,谢谢议会。 大家好,我现在先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 好,非常感谢大家来收看这次北京理工大学国际学生的招生宣讲的直播。 我叫沈嘉培,大家可以叫我沈老师。 那么我在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中心工作,主要负责招生工作。 那么我们负责招生工作也已经很多年了,下面呢,我就为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北理工的概况,国际学生的就业机会。 因为我们很多的国际学生都希望知道我毕业之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我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最后一步呢,是我们的申请的条件及流程。 那么首先,北京理工大学呢,我们建立于1940年。 那今年正好也是我们80周年的生日,是我们的校庆,我们10月份刚刚过完我们的80周年生日。 那么在中国呢,如果大家稍微有所了解的话,中国非常大,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的大学非常非常多。 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大概有多少所大学,但是在中国整个国家一共有3000余所大学,不同层次的大学。 那么所以中国呀,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大学的排名,因为3000所大学太多了。 那么我们的政府呢,教育部在分别在95年、2000年和2017年,出台了三个国家的项目。 一个叫211工程项目,一个叫985工程项目,还有一个双一流项目。 那他们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筛选中国最好的一些学校进入这个项目,重点建设,重点培养。 那么给大家说一个数字,你们就有概念了。 那么211工程项目是选21世纪,中国教育部选了100所大学进入这个211工程项目。 985工程呢,只有36所大学进入985工程项目。 那最近的双一流项目,那2017年的中国政府呢,希望这个中国的大学,不仅大学,是世界一流的。 并且这个大学里边的专业,也要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也叫做双一流项目。 那北京理工大学呢,都是首批进入这三个重点项目的学校。 嗯,这个也刚才给大家讲到了啊,这个是,呃,今年是我们的80周年校庆。 那么校庆呢,都,呃,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校区,有不同的研究院,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省市。 那么我给大家展现的这个图片,也是今年新鲜出炉的。 嗯,就是在我们唐山,也就是河北省和济南,山东省,呃,两个研究院呢,也纷纷向母校,北里公,献出了祝福。 那么一会儿我也会讲到,这个烟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动图啊,这个清洁烟花也是北里公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那么它展现了这些数字啊,这些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状,来为北里公庆祝这个生日。 那么刚才说到排名,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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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2018年的人均科研经费,中国第二位的总排名,人均科研经费的总排名是中国前十。 那么我们的国家的科学技术级,呃,在中国也是排名前十。 比学生的就业率高达97%,那我们QS排名,全世界排名,呃,呃,占到全球前400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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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生物科学都是能排到全球的前500名 前450名 有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啊 机械工程 电气工程这些排到全球的前100名 甚至前150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排名 这个中国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里边 2020年最新的中国大陆的排名呢 就是有一些学科的排名 我们也是排到了中国的前10 那比如说第一个机械工程专业 我们是排到了全中国的第4名 就是全中国的2%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全中国有3000所大学左右 那我们机械工程是排的非常非常高的 光学工程排到了全中国的第5名 信息与通信工程排到了全中国的 也是第5名左右 控制科学与工程排到了全中国的第6名左右 那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排到了全中国的第10名左右 因为这个计算机专业呀 它比较广泛 相当于每个理工科学校都有计算机专业 所以它这个排名学校就比较多 化学工程也是排到了全中国的第10 我是被静音了吗 你们还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非常小心点的 可以继续 下面呢我们的兵器科学与技术是全中国第一名 就是武器设计 那么还有呢我们的管理科学与工程 这是我们的文科专业 但是我们的文科非常有特色 我们文科专业也排到了中国的第12名 那除了我刚才说的以上的专业呢 我们还有航空航天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材料科学工程 工商管理这些专业都能排到中国的前10% 刚才说了一些专业介绍和学校的排名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我们的校区 我们在北京主要有三个校区 一个是中关村小区 现在就在中关村小区 还有一个是梁乡小区 大部分的学生 不管是中国的学生还是国际学生 都分布于中关村小区和梁乡小区 还有一些其他的校区呢 是我们放的一些坦克呀 武器呀 大型实验室这些装备 那么这些图片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些图片都是我们两个校区的照片 我们现在的学生总计 在校生有两万八千余名在校生 本科生一万四左右 研究生硕士加博士是一万二 一万三的样子 那么衡量一所 大学是不是研究型大学 他是不是科研非常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他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数量 如果这两个数量是相等持平的话 说明他是一所非常注重研究的大学 那么贝利光我们就是一种 一所非常注重研究的大学 我们的国际学生 有两千五百余人 那我们国际学生 百分之五十都来自于 我们亚洲国家 主要来自于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印尼 老挝 韩国等等 那么我们还有四分之一的学生 来自于欧洲国家 欧洲最多的是德国和法国 英国这几个国家 那么说到我们马来西亚 我可以给大家说 一个我招生马来西亚的这个数据 从2017年我开始去马来西亚 做这个招生 那么几乎每年 从2017年到2019年这几年 每年我去马来西亚的次数 基本上都是二至四次 那么我马来西亚的各个省份 大的省份 我也都有去到 各个不管是独中 还是国民行中学 我也都有去到 那么我们对马来西亚的学生 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因为经过这么几年的一个 招生和学生入学之后的表现 据我们观察 我们这个马来西亚学生 是在我们所有国际学生里面 学术 礼貌 包括行为 这些都是表现最好的学生 那么也希望扩大 马来西亚本科生的招生 给大家说一个数字 从2017年 我们马来西亚的新生 只有22人 到2018年有40人 2019年有60人 这样一个地增式的变化 那么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呢 还与世界上的其他的很多学校 都有这个国际合作 我们主要的合作院校呢 是来自欧洲 我们做一些学术 学生的交换 学分认证的这些项目 那么亚洲呢 我们比如说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马来亚大学 做过学生交流访问 还有马来西亚的Quest大学 主要做计算机方面的双学位 还有马来西亚的诗技大学 也主要做文科方面的双学位 那么下面几页呢 是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科研项目 我们最擅长的是什么 或者我们最近在做的是什么 一些科研呢 比如说这个数字 仿真表演这个软件 它叫做仿真排练技术 这个技术 这个technology 它是北京理工大学独创的 那么它用于了 我们的奥运会的开幕式 闭幕式 还将用于这个 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 那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的这个方面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 在全球来说也是非常火热的 那么中国这个人工智能 包括5G技术 包括大数据 这三个方面 都是非常有限的 在全球都处于有限地位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机器人 都是北京理工大学实际的机器人 它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里面 那比如说这两个机器人 它可以相互的打乒乓球 它可以跳舞 下面这个机器人呢 它是仿真 也是仿真机器人 它可以跟你进行简单的对话 并且能识别你简单的面部表情 这些都是理工大学的一些科研成果 那这个烟花刚才一开始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这个烟花呢叫做清洁烟花 清洁烟花也就是说 对这个空气没有污染 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的这个 包括中国的这个雾霾 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好了 今年就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雾霾了 那么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在治理这个事情 那么清洁烟花呢 也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科研成果之一 它已经用于了这个2008年的 奥运会开闭幕式 还有这个世博会 还有APEC会议 还有去年我们70周年大庆的一个会议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颜色都可以实现 那么下面呢 是我们一个机械工程方向 机械工程专业 刚才我也在这个学科排名里 我也讲 好那我继续啊 不好意思 你开这个在线的会议 就是有这个 总有这个问题 那么我继续给大家 给大家讲啊 刚才我讲完了 我们的机械工程专业 对吧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我们的 无人驾驶车和新能源汽车 那么北里工呢 作为一个国防院校 它还在这个武器研究 智能控制上面 也都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那么下面看一下 我们有什么专业呢 这个招生简章 我们2021年的已经出来了 我到时候会发给大家 在群里发 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中文授课专业 我们还有这几个英文授课专业 但是我建议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 报名我们中文授课专业 因为你们的华语都非常好 那么我们北里工呢 主要是针对国际学生 有几个培养特色 第一个呢就是一加三的培养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年 是针对国际学生单独培养 你第二三四年再进入到学院 这样你有一年的机会 去适应大学的生活 北里工学科的难度 还有一些语言 那么大一过后 所有学生 中国学生也一样 有一个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第一年 报的是宇航航空航天工程 那么我觉得通过一年的学习 这个专业并不适合我 那我大二可以转到相应的 理工科方向 比如说计算机方向 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还对学生 国际学生呢 有专门的学业辅导支持 因为你们和中国学生的 这个基础水平 还是稍微有一定差距的 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国际学生 更快地赶上我们中国学生的水平 那还是有一个学业辅导的支持 同时呢 我们对我们的国际学生 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学生助理的岗位 大家都可以申请 并且可以获得一些资金的支持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 很多志愿者服务项目 和校园的实践项目 那么像这幅图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同学 在我们的新年联欢会上表演的一个 24节令鼓 那么同样呢 我们还有功夫表演 我们还有很多足球队 文化节 这些校园文化项目 并且呢 我们还带领我们的同学 去企业参观 参加招聘会等等 那么第二点 我就希望讲一下 我们国际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通过这张表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几乎是每个月 在学期当中的每个月 我们都会为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国际的招聘会 那这些招聘会呢 学生都是免费参加的 首先这些企业都是通过我们筛选之后 有招收外国人的资格的 他可以给你办这个工作签证 其次呢 他跟中国学生 你不用去跟中国学生竞争 他都是针对我们国际学生的企业 作为招聘的 所以这个你们就压力 相对的少了很多 那么这是我们校企合作的 一部分企业 比如说有长城汽车公司 华为 京东百度字节跳动 就是抖音这个企业等等 那么这些是我们国际学生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尼斯 他来自哈萨克斯坦 他毕业之后呢 选择留在这个中国徐州工作 去了徐工集团 做这个商品经理 同样呢 我们还有这个来自印尼的两位同学 李金龙和迪曼 他们都回到了印尼 到中资企业工作 一个是在这个中铁三局 一个是在印尼的欧普公司 做设计师 那么比如说我们还有米格勒 他是博士毕业 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本科毕业 博士毕业之后 他还是提前毕业 他来自西班牙 他学的是航空航天工程 他现在在这个空课 北京中心做这个研究员 和这个工程师 我们还有一些同学在华为工作 不同部门的 华为的不同部门工作 那我们的申请条件 首先我们申请已经开始了 2021年的申请已经开始了 我们都是在网上申请注册 报名面试的 所以你不用寄送你的纸质材料 来到北京 那么我们的申请时间 首先是从今年的15号到明年的6月15号 首先你要在网上申请 然后你出审通过支付之后 支付报名费 我们会给你安排网络面试 然后你取得预录取 这时候就告诉你有没有申请到奖学金 你被录取到什么专业 然后你在线支付一个保证金 我们就给你这个正式的录取通知书 那我们具体的内容呢 这些我们都会在我们招生简章中提到 都需要什么材料 那么我现在这边强调一点的是 北京理工大学呢 是可以认定这个SAT SAT IB A-level 和马来西亚的同考成绩的 所以你们直接拿着这些成绩来申请 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奖学金有什么呢 北京理工大学有给本科生的奖学金 分为新生奖学金和在校生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就是你们在这个提交材料的时候 我主要看你的面试成绩和你的同考成绩 那么或者一会儿我说到 你们上预科 如果有上预科的学生 上预科期间的成绩 那么分为学费的全免和学费的半免 那么同样在校生也就大二大三大四 你们每年都会有机会申请奖学金 那你们大二大三大四就是根据上一年 你的学期成绩来申请下一年的奖学金 就是每年都有机会 即使你大一没有获得奖学金 你大二也可以根据大一的成绩来申请 这都不会有影响 那这里边我们重点看一下 我们的不同的专业 对你高中成绩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绿色部分 就是我们的理工科专业 那我主要看你同考的数学 高级数学和物理 也这三科的成绩 那么一会儿呢 我会发 我把我们2021年的 针对马来西亚的招生条件 就是你的积分点 是多少也会发到群里面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黄色部分 是我们的材料科学生命化工 我们主要看你的数学生物和化学成绩 那蓝色部分 就是我们的文科 我主要看你的数学中文或者英文 因为刚才我说了有中文授课和英文授课 你要选其中一个 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科的成绩 那么这个申请艺术设计类的 还需要提供的两幅作品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学费 中文授课学费和英文授课学费不一样 那么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这些成绩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读中生的 如果你读中生的积分点没有达到 或者是你是只学到了SPM 只考了SPM 是我们国民型中学或者国中生的 那么你我就建议你去上预科 那一会儿李月老师也会给我们介绍 我们的联合预科都上哪些课 具体都学什么 我们已经有过一届的学生了 那么其他的学生 如果你的积分点够了我们的本科入学专业 你就可以直接申请 包括A-level STPM的学生 你也可以直接申请 好吧 那么最后呢 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环宇专台基地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沈老师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本科高生宣讲 那我们接下来 我先说一下就是同学们 你们可以先把你们的疑问或者是问题 写在下面的这个对话框里面 待会儿我们会在问答环节的时候 一来回答大家 好 现在我们就邀请我们 环宇专才基地 现务主管兼中国概况讲师 李瑞老师来给大家讲 关于我们预科课程的一些详情 大家好 能看到我的东西吗 可以 大家好 我是环宇专才基地的老师 我叫李瑞 然后我们刚才沈老师 讲了一下我们本科的情况 李瑞宇本科的情况 那现在我讲一下预科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类型的同学需要读预科呢 这个是中国的中学六年 然后经过高考就可以去大学 然后马来西亚呢 在北里关的这一块 我们刚才沈老师说 在同考的时候 同考的成绩如果达标的同学 那可以直接读本科 但是同考的成绩 不那么理想的同学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来读预科 所以我们这边 还有另外一个类同学 就是今天我们可能很多同学 是SPM同学 还有IGCSE的同学 所以这三类同学 是需要读预科 然后再去北里工读本科 好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2021年 我们明年的预科 联合预科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上课时间是2月22号到6月20号 2月22到4月16号 我们是在吉隆坡上课 就在华与与专才基地上课 然后文商科和理工科都要上两门课 一门是中国概况 一门是数学 然后到北里工之后呢 文商科和理工科是分开来上课的 理工科需要上数学物理科技创新训练 然后文商也需要上一个数学 然后需要上中国历史与文化 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导论 还有跨文化交际 以及团队管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我们这些课都上什么 然后在吉隆坡上的这个课程 我们看一下中国概况 这个课也是我来上的 其实我们主要上的是科技汉语教材 因为大家在马来西亚上的一些科目 可能不是用华语来上的 但是直接去中国上大一的话 会出现一些词语转换的问题 那在科技汉语这个教材里面 我们主要处理的是 这些专业汉语的转换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们在课堂上 也会加一些中国文化 及当代中国概况的一些介绍 让大家更熟悉中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学 另外一门课是数学 数学呢 其实这个基于中国的 中学的数学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比较 马来西亚的中学的同学 然后的数学的内容 我们比我们找出来这个差距 然后我们来弥补这个差距 加强大家的数学的基础 然后到北理工之后呢 我们的理工科的同学 要上的 再上一个数学课 那这个数学课 就相比第一阶段的数学课 要更加的加强 就是在我们刚才基础的上面 然后有加深和强化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上一个物理课 这个物理呢 也是高中整个的物理的基础的知识 然后让大家打好基础 然后这个加强 就是大家在打好基础之后 直接可以顺利的衔接到 大学物理的课程 然后另外一个是科技创新训练 这个呢是主要培养大家的创新和实践的能力 里边有很多的主题 比如说无人机啊 电动车啊 机器人的创新制作等培训 大家提高大家的实践能力 然后这是理工科 文商科除了刚才的那个数学课之外呢 我们还上一个中国历史与文化 中国经济科技发展 这个中呢有一些主题 比如说我们通过各种主题 文化讲座 还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历史的文化的体验课 然后让大家加深 大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同时呢 也让大家了解中国经济 形式政策 科技发展的内容 然后让大家更熟悉中国 另外一门课是 跨文化交际 与团队管理 这个呢主要是基于中外文化的差异 然后我们让大家通过一些 企业管理与实力的 企业管理的经验与实力 然后让大家来 这个中 然后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到 这种文化差异 然后提高大家到中国之后的 适应能力 这个是我们的课程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 我们明年的 预科的整个的费用 包含了报名费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学费 北利公的住宿 还有中国的签证费 保险 还有一些其他的行政费 整个的费用是 13800马币 然后这个是有 大家有这个成绩 SBM 这里上写了一个IGCSE 还有同好成绩之后 大家都可以 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然后我们会把成绩 发到沈老师那边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 大家可以录取为我们的预科生 然后接下来就等我们上课 那还有一个消息呢 好消息就是关于这个 预科的课程 有一个早鸟的优惠 就是前20名报名的同学 可以享受500块钱的优惠 所以希望大家有成绩的时候 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2020年预科上课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这我们第一阶段 在吉隆国上课的 这是上数学课 然后这是上数学 然后中国概况的课 然后这是大家结束的时候 那个时候疫情已经稍微严重了 所以大家都戴上口罩 可是第二阶段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中国了 因为今年是这个大的 这个历史的事件 所以大家留在吉隆坡 我们留在家里 上网课 这是大家在上网课 这是理工科的同学 这是文商科的同学 在上网课的情况 然后呢 接下来这就是我们的 怀语的联系方式 这里有电话什么 大家可以直接在Facebook 找我们怀语专载基地 就可以找到我们 可以联系我们 另外呢 我们还在 我们还给大家 就是2021年的同学 我们 就是对预科有兴趣的同学 我们搞了一个咨询的群 大家可以通过扫码 加入这个微信的群 然后有问题 可以第一时间 跟我们沟通 跟我们联系 好 这个是我们大概的 预课的课程 另外呢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 不管是本科 还是预课 还是两边上课的什么情况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接下来 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李瑞老师 给大家的分享 关于SPM学生 或者是IGCS 医学的学生 想要了解 关于预课的信息 好 接下来我就问一下 一些同学 所提出的问题 那就是 像刚刚学生 他问的是 如果是SPM成绩 是要怎样去申请 是需要在马来西亚 读A-level吗 想必这个 刚刚李瑞老师 已经有做解释了 那就是SPM的学生 可以先通过一个 北京理工大学的预课班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来明年申请 本科 这样子 就是你今年考SPM 然后你明年拿到成绩 然后 其实你先读 我们的预课 然后六月份左右 就可以申请北里工的本科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SPM的是预考成绩 等到预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因为我们审核的是 用预考成绩来审核 好 那接下来有学生问说 有 需不需要考 HSK 这个可能就让 沈老师来回答 我们本科 针对马来西亚的 华人学生 不管你是读中的 还是国际学校的 还是国民型 或者国中的学生 你都不需要 入学的时候 你都不需要HSK成绩 就是免考的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面试 但我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 我面试过的 马来西亚学生 没有一个在语言方面有问题的 就没有在中文方面有问题 好 接下来有同学问说 如果他想要念经济 或者是商科类的话 有需要看高级数学吗 经济或商科类的同学 如果直接报名 我们本科的 也是经济或商科类 门商科类的 那我需要看你的数学 我不用看你的高级数学 就是你可以 因为我理解是 你们高中 可以选择考高级数学 和选择不考 就是你不考的话 我就看你的数学成绩 如果你考了的话 我就看你的数学和高数成绩 有只是作为一个辅助 更好 但是不是必须的 但是理工科就肯定要看高级数学成绩 好 另外这个学生他问 如果他是在马来西亚的 私立大学上的一个预科班 那他可以拿该学校的预科成绩 去申请北理工的本科吗 可以的 但是你同时必须要提供你的预科成绩 加上你的高中阶段的 比如说你是同考之后上的预科呀 还是SPM之后上的预科呀 就是那个最终的 你们那个中学考试的成绩 加上预科的成绩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 如果成绩达标的话 是可以直接读本科的 另外这个学生刚刚他问的 就是应该前面陈老师 李老师已经有回答了 就是道明预科是使用SPM来的预考成绩 而不是SPM真正的成绩吗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是吧 用SPM的预考成绩 这个同学 我说预考成绩来 大家就可以联系我们 是的 然后有一个同学 他问STPM的学生 要怎么申请本科 要在哪里报名呢 STPM的学生 对我们就直接 就因为你们高中也是学了三年嘛 相当于同好的学生 一样的年份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你的 STPM成绩单 直接到北里公的报名网站上 直接申请 你就上传你这个 STPM的成绩单就OK了 如果你这个成绩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申请本科 如果你还想咨询的话 你可以也把这个 你的成绩单发给我们的环宇 环宇也会联系到我 如果我说你可以直接申请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申请的网址 到时候 一会也会把我们2021年本科的招生简章 发到咱们的群里 就是那里有申请的一个网址 你可以直接上传 那关于奖学金方面呢 刚刚有同学他没有听到 他说可不可以再谈一谈他的详情吗 奖学金方面的呢 我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北里公本科有两个奖学金 一个是新生奖学金 一个是在校生的奖学金 那么新生奖学金呢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同学 要申请的奖学金 是根据你的高中的同考 SPM或者预科的成绩 成绩单来申请 加上面试结果来申请新生奖学金 也就是第一年大一的奖学金 他分为第一年全额奖学金 就是完全cover学费 和第一年半额奖学金 也是cover一半的学费 那么申请之后呢 你大二大三大四 后面的每年都可以通过 你前一年的成绩 申请后面的奖学金 他就跟你高中成绩没有 一旦你入学之后 他又跟你的高中成绩 没有关系了 那么我们也是 还有说明一点 这个奖学金是指示北里公的所有国际学生进行评比 你们不跟中国学生一起评比 这样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对我们国际学生来说 也是容易很多 因为刚才我一开始就讲到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 他不管在学术能力 还有这个各个方面 我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招了这么多届 现在北里公在校的 一共有100多名 120多名马来西亚学生 那我们这么多年来评比下来 拿到这个 每年都能拿到或多或少的奖学金的 肯定是会有我们马来西亚的学生的 所以你们这个不用跟中国学生一起参评的话 对咱们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好 相信这位学生已经有比较了解 关于奖学金方面了 那请问还有同学有其他的问题吗 也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写出来 或是你们想要直接语音 咨询陈老师或者是李老师也都可以的 还有同学有疑问吗 预科有奖学金吗 预科没有 刚才沈老师说的是本科的奖学金 是的 预考成绩要求是怎么样 SPM的预考成绩是吗 是的 是SPM的预考成绩 原则上我们要求说科目是及格以上 但是要看你打算本科读什么专业 然后每一个专业呢 背里功能要求的分数也不一样 你最好把你的预考成绩 然后发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根据你所要报读的专业 然后沈老师那边会给一个答案 是的 还有同学有任何的疑问吗 我觉得这也补充 我们没有医科 我先替你回答 对对对 刚才那个专业list上比较快 一会儿那个招生简章上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背里功是没有医学的 但是我们有生命科学 就是医药 我们有医药和生命生物这类的 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报名 那么我也再强调一点 就是刚才李锐老师也是 为什么一直让大家发这个成绩单 因为背里功不是说一刀切的 所有的学生不是说你报什么科目 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标准 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学生的这个不同方面的发展 也不利 也不公平 那么所以我们就是针对不同专业 有不同的要求 那么如果你给我们发成绩单 比如说你想报这个人工智能专业 这可能是非常难的 或者是航空航天工程专专业 但是你的成绩达不到 我们就会给你建议一个专业 就是这个专业至少能让你顺利的读完 并且成功的毕业 你能努力的话 所以我们还会有这些 一对一的VIP的咨询给到大家 好 那有学生问就是 意思是说他不能用SPM的成绩去申请预科吗 可以啊 如果你已经有SPM的成绩 那更好 如果你没有的话 因为现在同学是还没有拿到 明年的SPM的成绩 应该是三月 或者是之后才会拿到吗 那这批同学就康考了预考的同学 那可以用预考的成绩来申请 如果已经考过SPM 有SPM正式成绩 那更好 好的 那上的预科是一定能够保证上到本科吗 会不会读了预科就上不了本科 因为预科在报名预科的时候 我们已经对你的成绩进行了审核 然后预科阶段 如果你的科目 然后能够保持所有上的科目 都能及格的话 是可以保证能够上本科的 好的 那应该还是要努力 是的 那请问北里公有传媒这一类的专业吗 我们没有传媒这一类的专业 那读了预科上本科还是需要面试的吗 嗯 小老师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预科上本科的面试 我们主要是 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想见一下大家 就是是这样 如果你后半段 第二个阶段 刚才李锐老师说了 能如期来到北里公 上第二阶段的预科 你就不用面试了 因为你就在我们学校上 我天天能见着你 你什么样子我都知道 那么如果就像今年一样 今年我们的预科就是 那后半段他没办法来到中国 第二段他也需要在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他还是上网课 那么我们就希望如果明年还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面试 就主要是想见到一下大家 我看一下我们招的学生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面试对于我们预科来同学来说 不是决定性的 只是出于我们沟通方面的要求 好那有学生问说 请问读完预科后是直接保送进入北里吗 预科生大一吗 这个问题 后面那个 因为你读完预科之后 你能保证你预科阶段的 预科阶段所有科目都及格的话 那就可以上北里公的本科 后面是因为你预科结束了之后 应该是六月多 六月底 就是北里公的那个本科 应该是在九月底 或者九月底左右开课 所以这个期间就是申请本科的时间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说 我们是几月 上完预科 刚才我们说的是六月二十号 上完预科 然后之后就可以申请本科 对 其实是加速 对你在预科的期间 相当于你完成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应该是在四月份左右 对吧 就是我就可以提交申请了 提交你本科的申请了 然后我们看到你的申请就会给你 我看到是我们一科的同学 我首先会把这个名额给你预留出来 因为刚才我讲的时候 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 我们的本科申请时间 是六月十五号就截止了 那么所以在这个之前 大家在网上要提交申请 到时候怎么操作 怎么提交申请 我们那个医会老师 也会指导大家的 这个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要先占住这个名额 我给你留出来 对吧 不然的话你到六月三十号之后 你就再申请 就我们已经结束了 是的 学生问在中国留学 大概的生活费是多少 生活费的话 我们先说住宿费 住宿费住在学校 现在梁乡的这个宿舍 如果两人间的话 是900元一个月 那两人间包括 在梁乡校区包括 我说的是本科阶段 在梁乡校区包括你的厨房 卫生间都在这个宿舍里边 两个人共用的 是900元一个月 那么生活方面呢 这个就可多可少了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大概的吧 因为你有厨房 你可以买菜做饭 这就很省钱 很便宜 那么有的学生只需要 五百五六百人民币就够了 那有的学生平均的需要 1100左右 1100块钱人民币 那如果你想出去天天消费 天天嗨的话 你花多少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只是给你说一个大概 好 那有学生说如果上了预课班 他还可以找到别的大学去读大义吗 嗯 这个 这个同学我们可 但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同学 一般来说都会选择我们上预课的大学来读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再换别的 那这个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私下 再问一下医会吧 我觉得你们已经去了北理工 可能你不会再有这样的顾虑了 我也补充一点 大家刚才也可以看到李锐老师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预科阶段的课程 我们也分了文科的课程和理科的课程 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课程是咱们北京理工大学 精心的给我们联合预科的同学设计的 就是为的就是能它是促进作用 它是对你大一上课有帮助的 不管是文科理科都是这个目的 那么如果你转去其他的学校 首先有可能其他学校不认你这个成绩 比如说你学一个你去报一个医学 但是你的预科课程中没有这个相关的课程 那有的学校就不会认 那么同时呢我们对我们预科的同学 我刚才说到也是有一个本科的名额作为保留的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学校的这个安排 当然你要是愿意去其他学校 我们也不是说不能让你去啊 只是说我们这个预科加本科 这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课程上起来会更顺利一些 好 那有个学生他问如果他在明年的6月15号之前 都还没有拿到SBM的正式成绩的话 那该怎么关系 6月15号之前 这个我们暂时我们现在开课的时间 我们是按往常 然后按那个往后推了 已经往后推了 这个同学你不用太担心 我们会有安排 要看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是整个国家的安排的问题 是 刚刚这个同学你说点击的不是很清楚是什么 你可以私下来联系我们吧 可以让这个同学加我们的 可以扫码进我们的群 我可以先在这里分享一下吗 然后这样子 可以 那我先问其他的问题就是 有学生他问大学有最推荐的课程是哪一科吗 我来给你推荐我最喜欢的 最喜欢说这个topic 因为很多学生问 这个不是我自己喜欢的 是我们结合了所有的国际学生 这个这么多年招生 我们北京理工大学从1995年开始招就有国际学生了 那么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学生的一个反馈和一个评价 那么如果想上理工科的学生 那我们比较推荐的课程专业是机械工程 计算机 还有我们的电气工程 这三个专业 如果想上这个文商科的同学 我们主要推荐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 还有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这几个专业 上艺术科的同学 主要推荐的是这个工业设计和环境设计 这两个专业 就是这看大家的喜好 我刚才说的 这只是我们国际学生比较多选择的这些专业 好吧 那刚刚这个学生他是问过 他刚刚有听到陈老师讲 关于第一年选的这个科系 是不是可以在第二年更换 如果他是有需要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问题 他说他没有听清楚 是的 是这样 我们现在中国呢 都是叫大类培养 就什么意思呢 大一上来之后 不管是中国学生 还是国外的学生 都是学一些基础的课程 比如说数学啊 物理这些 那等到大二之后 你有大一结束之后 你有一个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 那么我们一般是理工科往其他理工科转 文科往其他文科转 或者是理工科往文科转 那么唯一一个不可以的 就是文科往理工科转 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 只是说你大一学的基础 你可能到大二理工科你就跟不上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向 理工科到理工科 文科到理工科 文科到文科这三个都是可以的 好的 现在我先打擦一下 李卫老师 你可能可以把PPT转成我们归信号的那一个 因为这个群组超过200人 他就必须就是自己邀请定群 他不能扫码定群 所以反正要换个前一页吧 让学生加我们的私人的那个归信号 就是这个 可以扫这个 同学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就是加入我们的好友 然后待会我们就把你邀请定群吧 你可以把背筑一下这样子 好再来有学生他问说 我们去校外方便吗 学校里面有什么超市之类的设施吗 从宿舍去教学楼会很远吗 需不需要自行车之类的 这个图片一看你就是没有来过中国 是这样的 中国的大学都 你说大吧 它跟马来西亚的大学比还是应该算大的 我觉得 所以它有各个的设施 首先北里宫 我刚才说的两个校区里边 都有学生宿舍 学生食堂 很多学生食堂 校医院 学校的医院 图书馆 银行 书店 健身房 你还要什么 反正你能想到的正常的生活都有 你可以根本就不用出校园 但是我们鼓励学生多出去走 那么在校园里和校园外 我们都有这个共享单车 就是你扫个码 支付很便宜的这种费用 就可以骑车就可以走了 你自己不用买车 不用买自行车就可以 像我上下班 比如说我坐地铁 从地铁到那个北里宫的校门 再进来我们的办公室 我都是骑个车 但其实走也就走路也就十分钟 你也可以选择骑车去走路 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校内校外都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 好 那接下来有同学问说 预科的住宿费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这个我们往常就是我们会建议同学 跟预科的同学合租房子 然后我们这边会帮忙联系 所以大家如果你抱这个预科 然后你的家又不是在吉隆坡 你在吉隆坡也没有方便的亲人 亲戚来可以给你提供住宿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报名的时候 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回职是不是 一会 然后那个回职上面 然后会让大家选要不要帮忙安排住宿 如果安排的话会统一跟同学们一起 大概一个房间可能两个人 然后可能一个大概的费用是400码币左右 一个月对吧 那我们还需要再看就是 那时候找到的那个房子的情况 对然后因为还有同学 今年的同学他就想要一个人住一个房子 所以大厢队来说 他就要付稍微贵一点的房租 那如果想要更好的设施的话 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的房租费用 请问是英文授课还是中文授课 就是刚才我有讲到 我们的所有专业都是中文授课的 都可以中文授课 那么还有其中的七个专业 是有英文 纯英文授课专业 这个英文授课专业呢 就是说老师上课的语言呀 PPT呀 还有你的考试 还有最后的答辩论文 如果你选择英文授课专业 就是英文 全都是英文 但是我刚才也建议 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 选择中文授课专业 因为首先你可以跟中国学生 接触的机会更多 你班上有更多的中国同学 其次就是你老师讲的难度 可能会更深一点 你学到的东西会更多 好 那这个学生问 他关于那个招聘会的那个问题 就是他没记错的话 就是本科领学生 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工作的 对吗 研究生的话 好像可以是这样子 如果直接工作的话 研究生现在是可以 直接申请工作签证的话 可以直接申请工作签证 本科生是这样 就是现在北京 他每个 在中国每个城市 他的政策也不一样 我只能说现在的政策 他是如果是本科生的话 首先他可以实习 也有一个实习的签证 其次我们北京鼓励学生创业 就是你可以不去公司 但是你可以有个创业签证 创业签证呢 现在我们已经有四五位吧 国际学生 都拿到了这个创业签证 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 他在搭四的时候 他跟比如说 他跟中国的他们同班同学 一起搞了一个项目 他们一起注册了一个公司 那么这个就叫创业 你就可以合法的在中国工作 有这样的先例了已经 但是在你毕业也就是说四年之后 这个政策肯定会更开放的 可能开放给本科生 就可以直接工作了 所以我现在刚才我只说的是说现在的政策 好 那有学生问上课期间可以打工吗 如果你拿的是学生签证 在现在是不可以打工的 你需要打工 你需要换成我刚才说的 实习签证 就是实习家学生签证 这样才可以打工 那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北京林工大学对国际学生 有一些学生助理的工作岗位 大家可以申请 这个不是每个月都可以有工作的 就是我们发布一个工作的机会 大家可以申请 可能就这几个月或者这段时间 你可以一直申请 如果我们有 你就可以一直申请 这个我们也是会给大家一些补助的 那刚刚这个问题应该李瑞老师已经回答了 就是在预科上课期间有提供助数吗 这个相信老师已经回答了 那另外一个同学他问 冒昧的问一下 这个文凭马来西亚政府是承认的吗 你说的文凭是本科的文凭对吧 如果是本科的文凭的话 沈老师 这个一会一会吧 那如果是本科的文凭的话 其实你这边可以直接在马来西亚的MQA的网站 能够找得到 就是马来西亚有和中国大学签署合作的 他们都承认北京理工大学的 本科的课程的所有文凭这样子 对包括你拿到我们的学位之后 去比如说你本科毕业了 你去英国美国申请硕士 博士都是OK的 大家也都承认 那这个就是问说 比如他上了预科 他发现他不想继续读本科 那他回来马来西亚的话 会被承认吗 比如他申请马来西亚厦门大学 那你得问厦门大学 一般来说是我们是作为中国的预科 所以你可能去中国会比较好 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例子 同学们用这边的预科来申请本地的 没有这样的例子 好 那本科毕业以后会保送读研究生吗 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我们不会保送 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也培养的本科学生 如果申请我们本校的研究生硕士的话 我们是有优先录取 因为硕士申请比本科复杂一些 因为他还要你联系到你相关的导师 还要有一个导师学术性的面试 那我们保送也没有用 因为你要有导师接收你这样的 所以这个可能会更难一点 但是我们会有推荐意见 我们可以给导师有推荐意见 那他看到是我们这个自己学校毕业的 他肯定会优先录取 好 那这个学生问说 能提供一些在中国上课时的详情吗 上多久之类的 应该是出本科吗 你这个说的是本科阶段的 本科阶段的就是 我想跟你整体的介绍一下 不管你来不来北立功 在大学读书 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也是 在大学读书 他不同专业都是课表都是不一样的 他不是说你在高中一样 周一到周五 早八点到晚五点都有课 没有 他是首先你要选你所有的必修课 其次你还可以选一些选修课 所以每个学生的课表都是不一样的 你有可能一天都没有课 你也有可能今天到晚上才有课 所以这个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课程安排的是比较满 尤其是专业课的话 安排的比较满 但是你也不会像你高中一样 每天都会上课 那另外一个同学他后面的问题就是 中国的课好像排得很满 但他会有时间边工作边补书吗 你会有时间做一些学生助理的工作 就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我理解这个时间 你怎么说有没有呢 有的学生就同样的课 有的学生就有时间 有的学生就没有时间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了 在大学来讲 你自己的这个管理能力 你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老师天天叫你起床 让你上课 不可能 如果你不想学习的话 你大学四年都不学 那你荒废了 那你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也有学生 大学四年上同样的课程 同样的专业 他毕业之后 就可能相当你学了八年 就是所以就是都看自己 那这个学生应该有解答到你的问题的话 那另外有学生问 预课的教材是学校提供的 还是网上购买的 这个的话 我们会同意提供 是我们会提供 北里宫那边也会 第二阶段也会 那北里有什么社团 那我们的社团可太多了 我们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针对国际学生的 有这个足球队 篮球队 这个 balleball 排球 还有那个合唱队 等等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24节令鼓这个社团 那么我们中外学生 都可以参加的 就是说北里宫 中国外国学生都一起招心 组成的有街舞社 然后歌唱比赛 像棋社 就是 你来了你就知道了 我自己在这我也说不太全 很多 他问最多可以拿多少个穿 那个社团 都可以啊 你可以 我们有一百个 你都可以报名一百个 你只要 你都是免费的 你只要你自己能 平衡你这个时间就可以 好 那还有同学有其他的问题吗 那如果有问题 没有 没有 那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让陈老师做一个 今天宣讲的总结 好 那首先 我非常感谢大家 对这个北京理工大学有兴趣 对我们的联合育科有兴趣 那么我在这边呢 也表态一下 我们和我们马来西亚环宇 这个专裁基地 我们做这个联合育科 真的是为了帮助 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 能顺利的 更顺利更适应 这个来中国留学的 这个难度 和来中国留学的 这个不同的 比如说语言呀 生活习惯呀 这些 我们真是想做一些 实际性的事情的 那么也希望同学呢 以后有机会 比如说针对留学中国 不管你来不来北里工 留学中国 留学北京 或者留学北里工的 任何问题 都可以咨询我们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这个同学 他问说 北里工在世界的排名是多少 那世界排名 刚才我有讲到 比如说QS排名 我们是世界前400 好 那有一个同学 他问一个 比较敏感的问题 就是 等一下 那个文凭的问题 他有留意到 好像美国禁止 中国十几所大学的学生 去美国留学 其中好像有包括北里 这样的话 如果以后要去美国 读Master 会有影响吗 首先这个是一个政府性的 政府性的措施 其次它并不影响 北里工的学生 毕业之后去美国留学 因为你选择的是大学 是选择学术界的 那即使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是说明北里工 在对他们有竞争力 就是它为什么不限制一个 其他的排名没有那么高的 非理工科的学校的学生去呢 对不对 你要换位思考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为什么限制这十几所大学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 这十几所大学 你自己可以查一下 都是什么样的学校 那么就因为他们觉得有威胁了 对他们的学术有威胁了 或者是说我们的 因为我们都是理工科的人才 对他们的科研有威胁了 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传言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实施方面还是没有 就我们学生现在去那边的话 也都是OK的 好 那还应该没有 还有同学有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在这边写出来哦 不然的话你们就可以 以后再试一下四十岁 也可以 李瑞老师你想 你也可以做一个预科的总研 好 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 北历宫环宇的预科的宣讲会 然后也感谢沈老师 今天还就是还中间还有一点困难 但是沈老师跟我们讲的特别详细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还对我们 不管是本科还是预科 对北历宇的本科 预科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然后我们所有的联系方式 刚才已经给大家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我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出空 也是有时间来听这个飞里功的 本科以及预科的宣讲 然后希望大家以后 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咨询我们 我们都会回答大家的 好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 那我们的宣讲会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谢谢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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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